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捕捉範圍加大以及畫龍點青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那說到捕捉範圍加大這一部分的話 玩家們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在疫情開始之前 其實捕捉範圍就只有半徑40公尺 但是一新之後 直接官方把它提升到兩倍80公尺 然後在兩年前官方想要把這個機制收回去 把它改成40公尺的半徑的時候 全世界的寶可夢創作者跟著玩家們一起響應 那最終的結果變成了在遊戲裡面的設定 40公尺半徑可以遇到寶可夢 在半徑80公尺以內的道館或不及站都能夠碰觸到 也就是目前玩家們在遊戲裡面的設定 那想必的昨天玩家們應該都有收到這個新的訊息 就是說捕捉範圍是要加大的 那我們這邊也有得知一些訊息幫大家整理出來 首先的話是寶可夢半徑原本4公尺變成了80公尺的半徑 再來的話 GOPLUS的捕捉範圍同樣是維持在半徑40公尺之內 再來的話是半徑80公尺也就是直徑差不多160公尺的範圍內 都可以進行捕捉寶可夢的部分 最後一點的話是捕捉的時候如果你裝塗進行取消的話 寶可夢是不會消失的 除非你重新點擊或者離開這個150公尺的範圍內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邊的圖 玩家可以在沒有補給站的時候遇到一大堆怪也是因為這樣 這樣的改動絕對是有助於玩家們在捕捉時的一個體驗啦 畢竟當你已經好幾次社群日 要抓的寶可夢100%剛好卡在田園中間 這樣的改動肯定能夠讓漢事不再發生 但是很遺憾的我們這邊在早上的時候發現恩瑟在推特發布的這一篇文章 內容裡有說到的是有一些玩家可能已經感受到了半徑增加的一個狀況 但是就官方的認知來說這是一個錯誤的功能 主要會造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改善GPS票率時候 遇到寶可夢的狀況 所以才會導致遊戲裡面部分玩家在預敵的半徑是增加的 以至於官方會把這個半徑增加的一個BUG給修正回來 但是考量到大家反應這麼熱烈的情況下 以期優化未來的寶可夢遭遇體驗 這裡就是官方在今天早上發布的訊息 可以說是非常遺憾啦 這裡就是今天比較重大的訊息之一提供給大家 有什麼看法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丹琳一起討論喔 再來一則重大的消息就是我們雖然在前幾天有幫大家 分析了超級烈空座登場的一個狀況 但是當時專屬招式霍王點青的數據還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只是跟大家預估一下跟原作的一個差別 但是國外網站已經把霍王點青的招式給挖掘出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幫大家補上之前我們影片中沒有講到的部分 也就是霍王點青真實的數據 那城市碼的話玩家如果看得懂也可以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看不懂也沒關係 右手邊丹琳已經幫大家列出來非常的簡單明瞭 PVE跟PVE的數據 那首先的話我們先從PVE來看起 那霍王點青這一招算是飛行系裡面非常強烈的大招 那我們這邊列出來在PVE比較常見的五個飛行系招式 霍王點青 七拳攻擊 炎王猛攻 神鳥猛擊 異激暴風 那我們可以看到左手邊的部分就是霍王點青目前的數據 威力140點能量的話是兩條的大招 那接下來的話是大家可能比較陌生的冷卻時間跟傷害窗口 也就是他出招以及延遲的時間 這邊玩家如果不了解也沒關係 畢竟這算是一個比較進階的數據 我們直覺上你可以直接看DPS跟DP 我們之前就有講過DPS是秒輸出傷害 DP的話是威力除以能量 也就是每一點能量能夠造成的傷害量 那玩家如果想要更直接了解到底這五個招式哪個比較強的話 就是把DPS乘以DPE就能夠直接進行比較了 藉此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非常驚人的事實 在左下角的部分 DPS乘以DPE的數據 霍王點青112是完全勝過其他四個飛行系招式 就算是洛奇亞的七元攻擊也頂多只達到95 加上他是一條的一個大招 相對的出招彈性上並沒有霍王點青那麼好 所以論飛行系大招裡面誰最強絕對是我們這次新登場的畫龍點青 然後我們在前幾天的影片其實有放上這張圖 但那時候並沒有被註到 我們這一次比較DPS秒輸出傷害是40等的 所以這邊我們影片中也有稍微修改一下 如果升到50等的話 玩家可以看到當然的等級越高傷害量DPS一定是更高 但是排名是不會變的 所以所有的名次都跟之前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們這邊比較的是帶著暴風的超級烈空座 此時的傷害量已經非常驚人的來到20.5 但是把我們的畫龍點青帶進來的話 DPS秒輸出傷害直接突破天際來到28.5 甚至還沒超級進化的烈空座 也有23.5的驚人數據 可以說是畫龍點青直接把這兩位 拉抬到飛行系完全無法撼動的前兩名 然而如此高的數據也造就一個非常驚人的狀況 我們在目前國外的網站有發現到這一張圖 因為飛行系能夠最大打擊的對象 就是擁有草跟格鬥直接被雙克的碧莉吉翁 但是碧莉吉翁的坦度其實是有的 原本你要用兩個人打才有辦法打得贏 但是自從我們超級烈空座獲得了畫龍點青之後 可以看到上圖 他是唯一一隻用了252秒單挑就能夠拿下的對手 雖然是沒有必要一個人真的去單挑他 但是感覺上也是蠻有趣的 也順便襯托出了超級烈空座驚人的殺傷力 確實帶給了PVE整體的非常大的影響 那也因為畫龍點青非常的強 我們這邊幫大家延續下去 看一下其他專屬招式跟畫龍點青的比較 那我們這邊列出來比較有印象在屬性招式前段般的大招 斷雷之劍 精神擊破 以及交錯火焰 但同樣的上面那些數據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我們要直接比較就看最下面一行就知道了 畫龍點青的112同樣的是這四招裡面最強的招式 所以在不考慮屬性的狀況下他可以堪稱目前Pokemon GO裡面最強的大招 那如果我們也無視屬修的一個狀況來比較所有角色 到底誰是目前傷害量的排行榜王的話 超級烈空座占了第一名啊 那我們這邊把小招改成了龍尾加上畫龍點青之後 DPS的傷害量更高了來到29.7 那目前還沒有登場的超級超夢歪 跟超級超夢一顆死僅在第二名跟第三名 原本佔領在一二名的位置直接被超級烈空座給壓下來了 至於第四名之後的角色分別有超級路卡利歐 超級耿鬼 超級火焰機 以及超級胡帝 但是比較誇張的地方來了 第八名竟然是還沒超級進化的烈空座啊 所以玩家們就可以知道畫龍點青對於烈空座來說是多麼誇張的存在 也撼動了PVE目前整個環境啊 好這樣的話我們知道畫龍點青這一招在PVE確實非常的厲害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PVP好了 PVP的數據跟PVE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在之前影片中有跟原作的招式進行比較之後 發現近身戰跟畫龍點青的招式以及他的數據其實都差不多 本來理想上說畫龍點青應該是一個能量上45傷害量100 那他是一個打帶跑專用的招式 但是很可惜的是 畫龍點青原來是飛行系傷害量非常高的大招 他在目前的飛行系傷害量排行在第二名 威力150能量70DP來到2.14 那響應著原作中會讓自己防禦下降的特徑 在發招之後100%會讓自己的防禦力下降一階 那招遮數據來說的話 其實丹尼並沒有把它列入新中排行榜飛行系的前五名啊 畢竟能量上需求那麼高 其實對烈空座來說大概打一下就要直接繞跑了 那我們也往目前烈空座的大小招組合來看 目前小招絕對是以熔尾為主 畢竟空氣斬的威力稍微輸了熔尾一點點 至於大招的話 首選的話一定就是廣域破壞 能夠降對手攻擊能量上又短 當然至於第二招的話 如果你覺得荒龍點青能量上那麼高 你可以配置短能量的厭反或者原始之力 不過如果你打算遇到鋼系或者妖精系 放一招就跑掉的話 荒龍點青帶來的爆傷打擊 也是玩家能夠考慮的一個選擇 不過就荒龍點青的數據來看 丹尼還是會給超級烈空座的評價來到S 畢竟PVE它是無可取代的高傷害角色 PVP的話雖然不如我們預期是一個 短能量打帶跑的好用招式 但是其實一招傷害量很高出去 也是能夠打出不錯的效果 當而說歷封時 其實它的用途還算是蠻廣泛的 所以我們給它評價還是非常優秀的S 那麼來追一下總結吧 我們今天針對捕捉範圍加大這個議題來進行討論 想必的是官方不小心開錯了啦 那以後會不會開放的話 但你認為機率應該非常的小 畢竟目前捕捉範圍以及點補給站的距離 其實都已經算是夠用的 官方近期也很希望玩家們能夠走出戶外 想必這功能是不會開放啦 至於我們今天又再次介紹的超級烈空座部分 補上了花王點青的數據 可以說是非常的可怕 在PVE的話它直接變成了霸主 但是也不可能讓它左擁右爆 畢竟如果PVP也強的話 這角色會非常的作喚 所以官方在這次給它高能量的狀況下 也限制了它在對戰中的用途 算是一發打擊直接倒掉的角色 這也就是花王點青國外挖掘到的數據 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 如果你覺得今天議題不錯的話 也不要吝嗇記得點讚跟分享 想要更快收到寶可夢相關訊息的話 也不妨可以按下小鈴鐺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見